独自加班的妙龄少女 遭到公司高管的猥争 小美回到办公室 不敢过多的停留 随意收拾了一下便迅速离开 空无一人的走廊 一个大叔紧随其后 小美的内心充满着忐忑 空荡漆黑的停车场 更是让她一阵头皮发麻 靠着微弱的手机灯光 找到了自己的停车位 但手指刚触碰到门把手 小美触电晕倒在地 等她再次睁开双眼 面前出现的是暗恋她的保安小帅 低头看了一眼 突然发现身上穿的 竟然变成了一袭红色长裙 这让小美瞬间大惊失色 小帅急忙掩饰 你晕倒的地方全是积水 怕你会生病就帮你换了衣服 但我不仅戴着手套 还是闭着眼睛 随着小帅手指的方向 衣服已经完全湿透 内心忐忑的小美想着赶紧离开 小帅却在一旁不停地夸赞 穿上红裙的你真漂亮 然后拿出了小美正在寻找的车钥匙 很意外 她将车钥匙还给了小美 还放任其离开 但真的就能无事发生吗 果然 不出意外地发生了意外 任凭小美如何拧动钥匙 汽车都毫无反应 就在小美最无助的时候 没养好心的小帅又再次出现 不仅贴心地叫了拖车 还邀请小美回监控室共进晚餐 更是为其准备了一双精美的红色高跟 浪漫温馨的烛光晚餐 却让人感到一场诡异 小帅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不仅凑过来要和小美合影 还开始动手动脚 尽管她有各种理由狡辩 但小美已经坐不住 她拿出手机叫了一辆出租车 虽然又一次成功离开 但停车场的出口 早被小帅全部锁上 而小美的一举一动 也都被摄像头全程监视着 她回到监控室想找小帅开门 此时的小帅 正忙着封锁回写字楼的通道 小美在墙上找到了大门的升降钥匙 但转身的时候不小心踢到了地上的箱子 突然发现箱子里的东西很眼熟 这些保鲜袋里装着的 竟然都是她往日用过的物品 无论是口红或者饮料瓶 甚至是连她用过后丢在垃圾桶里的纸巾 她猛然起身想要逃跑 突然又发现桌子上的电脑屏幕 显示的居然是她独自在家的女儿 小美拿出手机想要报警 电话却无法接通 就连监控室的座机 都已经被剪断了电话线 小帅又一次在门口出现 这次她终于是撕破脸皮 毫不掩饰地露出了丑陋的嘴脸 拿小美家里的女儿威胁她妥协 一副手铐扣在了小美的双手上 还警告她要是敢乱跑 就用铁链将双腿也绑上 小美被带到了一辆车上 因为小帅给她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随着汽车启动 窗外的场景不停变化 小美也越来越害怕 又经过了一道封闭的卡口后 到了一处小美从未到过的地方 随着汽车的远光灯亮起 只见前方一男一女被牢牢地绑在椅子上 正是欺负小美的公司高管 还有经常跟她顶嘴的小蜜 小帅重新挂挡后 一脚油门猛踩到底 轰鸣声瞬间响起 汽车笔直地冲了出去 下一秒就要撞上的时候 刺耳的刹车声紧 刚好停在两人身前几厘里的位置 但这样小帅觉得还不够 她到车后 又一次冲了过去 这一次的距离更加近 高管不停地哆嗦 拼令挣扎想要摆脱束缚 小丽则被吓得丢了魂 坐在椅子上动弹步的 两人之所以被小帅绑在这里 只是因为他们都欺负过小美 她还自认为是在帮小美出气 让小美做一个选择 她可以放一个人 但另一个就要死 小美早就被吓得不知所措 慌乱中不停地喊着不要 小帅没耐心等下去 其实她早就做好了选择 只见她拿起一根钢管 对着高管的后脑勺狠狠地砸了下去 瞬间血滑四箭 敲了七七四十九棍之后 高管在地上彻底没了动静 小帅也信守承诺 放开了小丽 只是小丽吓得手脚发麻 都已经无法站立 手脚并用这才逃离了现场 小帅回到车上 她正准备带小美离开 突然发现高管还有动静 拿起车上的匕首 对准高管的盲场 连补了九九八十一刀 小美终于抓住机会 悄悄地下车后 拼命地向外奔跑 逃生的欲望 激发了她的无限潜力 最终她与小丽相遇 她刚掏出钥匙准备去开门 小丽却上来想要抢夺 钥匙直接掉进了排水槽 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大耳朵长鼻子队友 两人扒拉了一阵 依旧拿不出钥匙 小美举起地上的灭火器 狠狠地砸向玻璃门 也不知道是质量好 还是力气太小 怎么也砸不开 他们向着门外大声呼喊救命 但是现在夜深人静 别说人了 鸟都没一只 汽车的轰鸣声从背后传来 小帅马上就要赶到 慌乱逃跑的两人再次分开 没找到人的小帅 再次回到监控室 开始通过停车场的监控寻找他们 为了躲避监控摄像头 小美慌乱地躲进了旁边的电梯 本以为能够回到写字楼求救 电梯却发生故障 突然停了下来 小美集中生智 按下了紧急呼救 但里边传来的 却是小帅的声音 猛然回头 一个监控摄像头出现 她的一举一动 已经被小帅监视 电梯也被接管了控制权 但小美依旧没有放弃 她举起手里的螺丝刀 直接打碎了监控 然后又撬开了电梯门 用鞋子将电梯卡停 等待天亮之后有人救援 但小丽已经落入小帅手中 小帅用小丽的声令威胁她出来 为了救小丽 小美选择了再次妥协 重新回到监控室的小美主动讨好 让放松警惕的小帅帮她解开了手铐 然后趁着小帅蹲下 又要为她换上那刺眼的红高跟屎 她的手悄然摸向了包里的防昂喷 带上手机的小美再次来到门口 手机有了微弱的信号 她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 但是信号太差 对方始终听不清楚她说的什么 她想着再伸出去一点 结果手一滑 手机掉在了地上 她伸手想把手机捡回来 但仅差的一丝距离 让她直接掀翻了指甲 小美忍着剧痛 将整个指甲生生拔下 突然门外出现一个人影 犹如看到了救命稻草 小美不停地呼喊 出现的是一个酒气熏熏的醉汉 她捡起手机自己接通了电话 小美果断地大声呼喊救命 但手机的屏幕却突然熄灭 手机电量刚好耗尽 小美恳求醉汉帮她报警 醉汉身上一顿摸索 玩犊子了 喝得手机都不见了 突然醉汉只向小美身后说道 那里有人 你找她帮忙吧 在小美绝望的呼喊声中 醉汉摇晃着身体远去 一顿变态的言语过后 小帅向着小美步步逼近 突然外面传来警车的警报声 小美转身刚想要呼救 就被小帅用电棒电晕了过去 街警员虽然没有听到小美的求救 但通过手机定位 依旧是安排了出警察看情况 但小帅作为停车场的保安 很容易地就将此事忽悠成是有人在恶作局 警察开车在停车场巡查了一圈 毫无发现只能选择离开 此时昏迷的小美再次醒来 等她撬开后备箱逃出来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警车离去 小美再次落入魔爪 这时的小帅已经彻底被激怒 准备要给小美一个惨痛的教训 就在她要动手的时候 一个身影出现 一脚将小帅踹飞出去 大爷是写字楼的门位 听到刚才的警车声 想下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 却被她撞见了这一幕 大爷掏出大门钥匙 递给小美让她先离开 自己则独自留下拖住小帅 可惜大爷年事已高 根本不是小帅的对手 一轮交锋之后被小帅痛下杀手 小美拿着钥匙来到门口 插上钥匙正要开门 一道身影从远处飞奔而来 抓住小美的手腕将她拽飞出去 大门再次被锁伤 等那个背影转过头来 小美尖叫连连都以为碰上了鬼 我做梦都没想到 这个高管竟然是小帅的同虎 血迹被杀都是装出来的 只是想合作吓唬小美就反 小美再次被迫逃亡 还变成了要躲避两个人的追捕 途中小帅遇上了高管 高管还不知道小帅真杀了人 而杀疯了的小帅为了不让事情暴露 一刀刺穿了高管的喉咙 此时小美再次回到了监控室 拿起柜子上的匕首躲在角落 在小帅进来后 一刀刺了过去 原以为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但那把匕首 只是一个拍戏用的伸缩道具 之前刺高管用的也是这个 小帅已经失去了理智 被掐喘不过气的小美 慌乱中抓到了旁边的高跟鞋 狠狠地砸在了小帅的头上 随手抓起一把挂在墙上的车钥匙 车里的小美想要直接撞开大门逃生 却被小帅从侧边先一步将她撞在了墙上 再次到车后 百米之外两车相对 他们同时踩下油门 就要撞上的最后一刻 小帅心生胆怯 提前打了方向盘 避免了两人的同归于尽 小帅奄奄一息地来到小美的车外 想要宣示自己的胜利 小美突然睁开双眼 拔出滚烫的点烟器 按到了小帅脸上 又捡起地上的手铐 将小帅扣在了车上 小美终于通过自己的沉着冷静 战胜了这个可怕的变态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深夜在外最好结伴同行 孤身一人必须紧急要加倍小心 万一真的遇上不法分子 不要慌张 保持冷静 如果知道对方没有杀害自己的意图 尽量满足对方的条件 然后寻找机会逃跑报警 尤其是不要激怒对方 这些知识 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